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妹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原本受人爱戴的教授 因为一场意外被学生唾弃的故事 今日节课 夏建国是一名大学教授 他负责教授的课程是剧本创作 今天是他的最后一节课了 但奇怪的是教室里却只有两个同学 他也没太大的反应,只是例行点名 无论点到谁的名字都是这两个同学回答 点名结束后,一个男生站起来就走了 只剩下一个女孩子 夏教授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讲课 他提出的问题也无人理睬,只能自问自答 当他写版书的时候,听到一声关门声响起 他就知道自己最后一位学生也走了 没有学生还上什么课呢 于是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但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个女生 和两个连课程名字都记不清楚的男生 他们不但来上课了,还很配合地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夏教授继续讲课 他提出的所有问题 其中一个男生都很积极回答 这让他感到意外 所以他直接了当地问了 他们是不是想来混学分的 他们出情率太低 即便这节课表现在好也不会有分数 但他们却说自己学分已经修满了 其中一个女孩说自己是演员 来听剧本创作只是为了更好的演戏 但夏教授却问那为什么最后才来 女孩说自己去俄罗斯交流了刚回来 紧接着其他两个男生已谎称自己也去交流了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了起来 女孩也忍不住开始指责那两个男生狂话连篇 最后逼得其中一个黄毛坦白了 自己是因为暗恋那个女孩子才跟着他来上课的 而小黑毛也坦白自己缺情是因为去割了包皮 所以觉得难以启齿 但夏教授此时却开口了 他说这并不是难以启齿的事 等他们长大了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难以启齿的事 夏教授说自己也曾经是受人喜欢和尊敬的老师 但七八年前因为看不惯一个学生学术不端和学生发生了冲突 学生攻击他老旧古板不招学生喜欢 他恼羞成怒 当着全班人的面打了那个学生一巴掌 这成为了一个学术污点 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师 而那个学生原来就是他的女儿 学生都很惊讶 因为他的女儿是他们都非常喜欢和熟悉的老师 三人鼓励夏教授打电话道歉 但夏教授却终究开不了口 气氛僵止不下的时候 黄毛突然接到了他女儿的电话 原来这几个学生是他女儿安排来上课的 目的是让夏教授开开心心的退休 夏教授很生气 觉得他们实在可怜自己 这时候夏教授的女儿来了 他让学生离开 随后自己安慰着夏教授 但夏教授却让他也离开 就在他快走出门口的时候 夏教授终于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 随后他一个人坐在曾经满吃学生的教室陷入了思考 但小黑毛却突然回来了 他告诉夏教授自己并不是他女儿的学生 只是为了来听他的课 夏教授终于上完了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节课 片中的夏教授是一个对学术严谨认真的人 也许方式过于极端 但这份心确实能理解 他不断问着是不是自己真的太古板了 所以没学生喜欢了 但其实我们都会有老去变古板的一天 所以我们又能怎么说呢 好了 听说超级无敌 可爱帅气的你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哦